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大小小的酒庄 怎样才能够度过浪漫的一天呢 我的答案是到长岛的 Pakarnik Bay 可以坐着游艇 吹着海风 晒晒太阳 就像我现在一样 当然了浪漫的一天呢 是离不开美酒 稍后呢 我就要去一家 专门做气泡酒的酒庄 Sparkling Point 去品一品美酒 今天呢 我就要开着我的Lexus GS 开始我浪漫的一天 性碳 灵萺 雕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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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 kasih 我 董 雕花 飞 cop him true of having a winery here on the North Fork and making it on all sparkling winery so we specialize in the method Champigne laws which is the french way of making champagne and we make only sparkling .i also see that sparkling points has been providing your wine with a lot of career restaurants in you how do restaurants in ne 是a這是 take local vena're North Fork region is very very similar to that of France with a very 所以我们在这里做的啤酒是很美味的 它们很棒的 它们很经典的风格 它们很像其他一样的风格 我认为人们想喝酒 人们也想支持他们的地区 人们也想知道 在他们的家庭里的酿酒师 来自法国的Jills Martin 却是大有来头 他酿造的酒曾经被评为 法国香槟区以外最棒的起泡酒 Martin的起泡酒全部采用传统的香槟法酿造 其中一个关键的环节是酒角接触 酒角是发酵完成之后死亡的酵母 它们的接触可以给起泡酒带来浓郁的香味 您可以看到这瓶子 是棉子 是棉子的结果 是棉子的结果 其实是棉子的棉子 棉子的棉子 棉子出现很多不同的酿 一个是氨酸 你会获得很多的搭配 酒与棉子的棉子 这些搭配了味道 但也就是用选择 搭配到氨酸酸 在煮食中的酵母 通过这样倒置和转瓶 起泡酒里的酒角会慢慢地沉淀 聚集到瓶颈 从前 转瓶都是人工操作 工作量大 而且费时间 现在 就都是由这些正方体的设备来完成了 当酒角沉淀到瓶颈处的时候 他们会被运到这个流水线的工作室里 接着 用特殊的方法 除去酒里的沉淀物 再补入相应的份量 还有添加风味 最后打塞 包装 然后我们把这个世界的形成了 所以这个酒有非常软的色 非常软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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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酒的酒 是非常成为 提供的品牌的品牌 2011年的《Blanc the Blanc》 这种啤酒的香蕉 非常吸引我 我觉得这种香蕉的香蕉 这种香蕉的香蕉 只有最得意的作品 陈湘十年的2006《Broot Seduction》 当然要配上鱼子酱了 Bon Appetit Bon Appetit 亲 Santé 这里有的酸味 和鱼的味道 有很多的困难 我闻了很多的酸味 和香蕉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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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真的是停不下来了 我必须说 我母亲也知道 她住在100岁 她住在烊斯 在香蕉 她每天喝一杯 香蕉 每天 如果可以 我也愿意每天 喝一杯Gios 酿造的气泡酒 因为里面有着Gios 向旧世界气泡酒挑战的自信 当然了 还有着长岛酒 独有的浪漫情怀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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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